冬天到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談那個寶石 講到寶石所有皮膚科醫師最喜歡的就是凡士林 然後大概全台灣一千多的皮膚科醫師 只有我在反對凡士林 然後這個 其實講起來很孤單這樣 那反對的理由當然不是因為我們特立獨行 其實是因為我們做幾乎監測快二十年了 所以看到很多證據 我們重新把教科書拿出來給各位看到 就是說如果你的皮膚長這個樣子是壞的 如果你的皮膚長這樣是好的 這樣聽得懂 就是說如果它的紋路越來越清楚 然後毛孔都很清楚很乾淨它就是好的 凡士林沒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在很早以前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就做過凡士林的那個簡單測試實驗 你可以去我的Block看 然後左上角左上角 你可以到我的Block看 但是 我知道各位一定想要看最新的2023年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實驗 下面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在講凡士林的實驗之前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以前做過凡士林 以前是做 這個臉是做凡士林導入這樣 然後這個臉是做橄欖油導入 那現在因為時間過了十幾年 當然有科技有進步 我們有更好的油這樣 所以我們這次做的還是一樣的 就是這邊我們做凡士林導入 這邊做那個潤額油的導入 那你不用去管什麼油 反正它能夠讓你的皮膚變好就是好的 不能讓你的皮膚變好就是壞 對吧 那我要先講一下整個實驗的流程很簡單 就是洗完臉 洗完臉我就不給你們洗給你們看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導凡士林 然後這邊導油 那為了保證我們給的量很多 不要到時候說你導那麼少 當然是乾淨清澈 所以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使用的 這邊是使用了潤額油的過程 然後這是使用凡士林的過程 你會發現他們兩個的亮度差不多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的厚度其實用的差不多 這是在第二張圖好不好 第一張圖是我們等一下給各位看的 然後在它的真皮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潤額油的特色很有趣的是 它裡頭沒有那些亮亮的東西 可是凡士林有一些亮亮的東西 那這個可能是它的閃光什麼 我沒辦法告訴你 反正anyway就是它有一些比較奇怪的亮點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臉 所以沒什麼好討論 那接下來我給各位看的是 我們使用的那個過程 就是在第一張圖 這個是第一張圖 你可以看到使用凡士林前的第一張圖 長這個樣子 然後使用任何油之前的第一張圖 長這個樣子 你會發現他們兩個的溫度其實差不多 這是很公平的 就是一個桌裡一個右臉 同一個人同一個時間 可是用完以後他們的後面的圖 是長這樣 任何油長的圖是這樣子 好 然後那個 你可以發現凡士林的圖長是這樣子 那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你仔細看 我們會後製把它圖做得更清楚給你看 它之前的圖長這樣 可是之後你會發現它紋路變得更好 而且有點飽滿那樣子 就是它有吃到水 然後它有飽滿 這導入以後使得它的鎖水比較好 可是如果你用凡士林的話 它有沒有鎖水我真的看不出來 但是我看到整個紋路不見 然後臀臀的髒髒的這樣 換句話說 我們在之前十幾年前做的實驗 是很清楚讓你看到 反正是你塞到毛孔裡面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可以去我的Blog看 但是這次的實驗告訴你 光是一次的導入 它就可以讓你的表皮變得比較浑濁 然後比較糊塗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用清水稍微 就導完以後用清水稍微擦過 就直接去做紀錄監測圖 我們再重新回歸到寶石的最原始定義 寶石就是你要先給它水 給它水或鎖水 那鎖水這件事情你不要忘了 說你外界給水 事實上上帝也在給你水 就是我們自己皮脂會出油 不是嗎 然後我們汗水會出水 也就是說你在從外面補充的時候 千萬不要堵塞你自己的出油出水的能力 你一旦堵塞就出問題 然後我們再重新回顧一下 剛剛凡世銀這張給各位看一下 記憶深刻 你才知道什麼叫做飲鎮止渴 就它本來是有紋路的 你用過凡世銀的話它就整個塞住了 好你現在鎖水 因為凡世銀當然可以鎖水 講白一點你用豬油也可以鎖水 你用任何東西都可以鎖水對吧 但是豬油進到毛孔 它可能被我們的自己吸收掉 凡世銀可不會被吸收掉 換句話說如果凡世銀塞住了你的毛孔 如果凡世銀塞住了你的毛孔 那就意味著你自己的出油出水能力會有問題 最後一句話 你還記得你每年保濕就越保越乾嗎 對那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塞住你的毛孔 使得你本身的出油出水能力下降 因此正確保濕就是 你必須做到給水 你必須做到鎖水 但是絕對不要塞你的毛孔 那你怎麼知道呢 做個顯微照相吧